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小朋友们喜欢喝椰汁 小朋友们也喜欢吃水果 那今天呢 我就把椰汁和水果混在一起 给他们做一大碗西米椰奶水果捞吧 水果捞里一定要加些西米 也可以称之为西米露 先来准备1200毫升的水 然后呢放到火上等着烧开 再来准备50克的西米 50克西米搭配1200毫升的水来煮熟 西米下锅一定要等到水开的时候 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一大坨了 随后调到小火盖上锅盖煮上15分钟 15分钟到了 看看西米是这个样子 还带有一点点白芯 不过没关系 继续盖上锅盖再焖上10分钟 10分钟之后 本来白白的西米粒 已经变成透明可爱的西米球了 然后呢倒出来过几次凉水 目的是把西米粒清洗干净 一粒一粒晶莹剔透不再粘连 最后西米粒是这个样子的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可爱 拿出一只大碗把西米粒倒进来 然后加入县城买回来的椰汁 碗有多大就加多少吧 我这不能加的太满 因为接下来还要加水果呢 今天这水果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准备的 有切好的梨块和香蕉块 橙色的小橘子瓣 还有一小碗西瓜球 接下来小朋友们把水果一次加到西米椰汁里 怎么样 这椰奶西米粒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如果不加西米的话 只是单纯的椰汁水果篮 那就更简单了 赶快盛出一碗 赶紧开吃吧 同一个厨房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我这都没香蕉了 最下完的小颗粒 你成两个人的 然后我成两个人的 谢谢